中共新疆机关报《新疆日报》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免除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的 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与委员的职务 由新疆军区政委刘雷接替 外界猜测这可能跟天安门发生的撞车事件有关 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当局已经下令 今后凡是有亲属遭当局镇压的家庭 都要加强对他们的严密监控 以防这些人发动类似的行为 外界对于中共当局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提出质疑 英国路透社11月3号报道 接替彭勇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刘雷 是一名老资格军人 在新疆地区任职已经十多年 报道说新疆日报网站在宣布这一人事任免消息时 没有进行解释 但中国共产党经常在天安门冲撞这类事情发生后 免去高级官员的职务 已是有人需要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负责 外界猜测 天安门撞车事件发生在中国权力心脏的北京天安门 令当局难堪 因此新疆军区必须承担反恐不利之责 彭勇或许因此被迁怒遭到免职 据了解 这次维族家庭之所以发动如此惨烈的自杀式攻击 是因为他们有直系亲人 在较早前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被当局击毙 这一次的维吾尔人的反抗点就选择在中国政治最敏感的 也是防范最严格的一地方 就是天安门广场 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显示了民众的决心和民众的反抗的能力 所以共产党非常非常的害怕 害怕还有人妄想最后呢 转化成一种全国性的各民族团结起来 一直对专制的一种斗争形式 目前中国大陆的民怨极深 在森素无门的情况下 一些大陆民众走上了这个暴力抗争的道路 说白了呢 这都是对着中共暴政来的 面对这一切 中共不仅不去舒缓民怨 反而把民众绝望后的这种反抗呢 结成了恐怖袭击的标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哪有恐怖分子会带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和老母亲 一起去搞这个爆炸袭击的呢 香港明报报道 天安门汽车爆炸事件后 北京的安全部门加强监控来自新疆的手机和新疆户籍人士 除跨地域追踪外 所有来自新疆的手机一旦进入北京范围都会被自动监听 进京的新疆人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管制 天安门这个汽车爆炸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看到了中共这种反应非常的夸张 今天的中共已经具备了亡党的所有条件 各行各业党内党外到处都充斥着一种对中共的这种厌恶情绪 对中共来讲 更可怕的是民众对他的这种恐惧感已经越来越小了 毫不夸张的讲 当下任何一个微小事件 在这个网络力量的烘托事下 都有可能膨胀成为中共灭亡的这个诱因 美国世界维吾尔人协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艾山表示 历史上每一个独裁政权在最后瓦解时刻 有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件而蔓延成全国性的事件 他举例说 辛亥革命只是武昌一个很不成功的起义 但是最后转变成全国的起义 把满清政府给推翻了 任何的反抗都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群众性的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人 维吾尔人 藏人 共同的一种反抗独裁的运动 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他要镇压 防范每一件小事 就是害怕民众的这种愤怒力量联合起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担心 中共当局将天安门爆炸事件 并进行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攻击事件 是为当局加强镇压提供借口 北京一名维族大学教授指称 他因接受外媒访问遭到国保袭击 据报道 新疆已有超过50人被捕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